你说范依菲从上海银行 管范依菲一个人做股东抵押就干了八十个亿 没有一个人敢问的现在 这八十个亿的抵押给谁吧 大家就看看去啊 姜志成 姚庆 姚庆妹妹姚珍 你听听听吧 然后是李友把我们方正的股票押进去 兄弟姐妹们 七哥跟你说这都是你都可以去查去 王岐山在啥时候说的 王岐山在2010年告诉范依菲 人民银行副行长就是下个是你啊 我在2017年直播的说过 李友然后呢和王仁哥跟姜编恒在这儿坐着聊 说你看习最近啊 这个怎么着怎么着抓人 没问题抓呗 早晚他抓了就拉球倒了 然后说依菲 依菲是要到人民银行长的 王岐山不经说了吗 那是答应我的 人家姜家的上海银行行长王岐山答应的 咋回报王岐山啊 不可能让姜编恒去拿钱 姜志诚拿钱呢 那只有拿你们几个人傻子钱呢 站在这块你们这艇子干得很好干 就掏你们要包的钱啊 怎么掏啊 拿四话底牙 一底牙 姚珍 姚庆一弄七八十亿走了 到现在有人敢问去吗 有人敢上海银行敢问去吗 没有 没有